老人蹲在铁桶里洗澡 底下的柴火燃得阵亡 寡妇好心想给老人搓个背 结果照半天都没看到肥皂 龙四爷夸寡妇是仙女 我是仙女啊 你可拉倒吧 这车就没用 那我要是仙女 那法术呢 二豪打算回车上拿洗衣粉 谁知却被全村妇女为了起来 二豪 我就问你还要脸不 你还知道啥叫修兽吧 你磕死撒了 你还不够 你还要把村村老爷们都磕死在你手里 这些话戳到了二豪心悟 前两任丈夫因她而死 前不久第三任丈夫在自家的炮厂被炸死 她也因此失去了知觉 在亲戚家养伤时 对方趁着没人的时候 竟然脱她的袜子跟裤头 隔天二豪便带着小叔子 拖着班车离开了亲戚家 由于场子被炸成了废墟 无家可归的二豪想让村长找个落脚处 谁知对方也想脱她裤子 二豪一没哭而没闹 直言自己又克服名 村里那些老娘们都说了 说我是给阎王爷 克影人子的 来一个克一个 哪个男人要是跟我孙生一教 那就得倒霉一整年 村长为了夺活几年 当即跟二豪撇清关系 走投无路的二豪准备找偷脑袋还钱 对方听完立马耍无赖 我当时跟谁借的呀 你当勇哥 让他找我来要钱 秃脑袋摆明不想还钱 二豪拿他没办法 只能嫌将自家的车开走 他跟小树子在车上凑合了一碗 两人差点冻成了冰叉子 二豪想到了独居的龙四眼 本想在这里找个落脚的 谁知屋里满地都是屎尿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想到这段时间的心酸跟委屈 加上这群多多逼人的妇女 二豪干脆把心意横 拿枪的妇女被逼击了 竟然真的扣动扳机 好在枪里只装了辣椒水 二豪只是棉袄冒了点烟 在收到这个惊吓后 隔天二豪才突然想起 龙四眼还在锅里洗澡 他在赶过去的路上 秃脑袋突然将他拦下来 他说昨晚大勇来找他要债 今早起来自个就落斩了 但是二豪分明看见 自己死去的丈夫 正趴在头脑袋背上 由于救人要紧 二豪给了头脑袋一巴掌 就朝龙四爷家跑去 二豪也没想到 龙四爷在跑了一晚后 不禁耳朵听得见了下半身也不贪了 他还顺手治好了头脑袋的烙枕 在机缘桥和之下 他从客服的寡妇成了村里的乡不薄 但是没想太久 他就有良了 神婆拿出一把刀子 让男人把刀扣抓紧 在反复确认之后 神婆突然收回刀子 男人赶紧将血滴在碗里 这可是生儿子的宝贝 他一点都不敢怠慢 二豪将肤制点燃放了进去 其实他也不敢肯定 这样就能生出儿子 但之前他落南的时候 无意间治好了一个偏瘫 以及一个烙枕的仇人 村民愤愤逢他为神婆 本以为这样就能解决 无家可归的处境 谁知大家抢着将他带回家 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有人想让二豪帮忙 治好自己的老病媳妇 有人想让二豪看看 自家新防卫和闹鬼 在争夺了一番后 男人们各自散去 剩下的龙四爷 倒是愿意给二豪腾一个落脚的 但他还有儿子媳妇 根本当不了家做不了主 二豪不想给人添麻烦 所以他带着小叔子 回到第一任丈夫的家 只不过房子却被人霸占 二豪想把房子要回来 但看到怀孕的女人二豪 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个女人比他还可怜 由于丈夫重男情女 但他又总是生女儿 所以成了生育机器 孩子们过得也不好 经常被赶去睡桥洞 女人说前几天去医院检查 十有八九折他又是女儿 想去做去了 钱没凑起 要不你先借给我点 为了让女人过得好点 让孩子们也不再造罪 二豪第一次当神婆 他趁着做法的时候 对女人的丈夫约法三张 只要把媳妇伺候好了 不亏带几个女儿 这才保准能生二子 二豪想得很简单 这样女人再生孩子 前期马能过得像个人样 至于生了女孩怎么办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二豪虽然有三次婚姻 但都没有一二本女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 他还真想受养两个小女孩 在流浪的路上 小叔子研究起了定身符 没想到真把二豪定住了几秒 两人在雪地里玩耍事 一个白衣小女孩突然出现 他让二豪去救自己的妈妈 到了地方二豪却发现 眼前需要搭救的竟然是一只雪刀 等他伸出援手之后 小女孩跟雪刀又离奇消失 小叔子说他傻眼没看见 二豪觉得有点炫乎 他将龙四爷送的做法 宝贝一股脑都在了路边 谁知隔天这对宝贝竟又出现在车上 也就是此时 路人刚好有事相求 为了能睡上热炕头 二豪继续当起了身坡 当他穿上萨满的衣服时 竟然真的能跟鬼魂对话 在这之后 二豪的名气大振 十里八乡的村民上赶着找他帮忙 某天女人传来好消息 说自己真的生了儿子 还让二豪过去一趟 本以为这事件好事 没想到就是这一去 二豪的职业生涯到头了 村长将一桶百家尿 全部泼在神坡身上 据说这样就能破坏神坡的预言 等到二豪倒下之后 村民纷纷扛起出头 准备去矿山挖金子 二豪在十里八乡 是除了名的算得准 此前他已经算出来 贸然进山会有危险 但村民为了利益 竟然不惜对付他 要是以前的二豪 肯定会爬起来继续阻止 但现在他已经没那个心了 此前在他的保佑下 一个女人生下了儿子 为了斩斩他的神气 女人让儿子扔二豪为干娘 二豪也正有这个打算 只不过他是想 收养女人家的两个女儿 结果刚到女人家 二豪却没见到小女孩 他赶紧掐算了一下 结果却让他全身算通 夫妻俩吓得不敢说话 二豪生气地打反乡台 你把孩子卖哪儿了 说 你把孩子卖哪儿了 你个圣口 我不操的 男人说孩子太多 他为了养护儿子 只好卖了两个闺女 二豪在村头的 小黑乌江人贩子择了出来 他只想知道孩子的下落 甚至愿意自讨药包卖回来 谁知人贩子确实专手太多 他也不知道孩子卖到哪儿了 你不是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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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什么都在哪儿 我是真没辙了 其实二豪也没辙 他能看到鬼混蛋却看不透人心 当他娶给龙四爷半年时 却发现对方躺在地上 已经干白一礼白了 原来 龙四爷被二豪治好后 儿子西夫捡他生活 刻意自立扁 去了外地打工赚钱 独自在家的龙四爷 二豪在上方翻修挖片时 意外摔倒失去生命 二豪突然有点后悔 要是他没着好龙四爷 起码还有人来看看他 接连受了两个打击后 二豪开始怀疑自己 隔天村民为了挖金子爷 来找他的麻烦 二豪好心劝阻不让上山 但村民非说他有死心 肯定是想把金矿 留给他的老乡好 为了破除二豪的语言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二豪在离开的时候 小叔子问苹果做的炸药 应该如何处理 把他扔冰窟里 二豪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了爆炸声 这下小叔子也没了 二豪还没缓过 神来世相好的 又来找他麻烦 他说山里偷的不是金矿 而是不值钱的黄铁 为了弥补损失 他抢走了二豪落脚的面包车 在草堆里躺了一夜后 村府又来找二豪救人 原来狂山发生了爆炸 昨天上山的村民不没回来 他们想让二豪再请个身 神仙都走了 重走了 哎呀神仙这么多 这一哥走了 你再请个别的来啊 二豪从肚里掏出一张符纸 说着只能救一个人的命 村民拼了命的抢夺 他们压根不知道 这其实是一张顶身符 有人说二豪在挨辣椒 僵尸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面发生的全是幻想 但不管二豪在哪个世界 他唯一看不透的 只有变幻莫测的人心